当然现在各界关注的南加州传统桥社 这罗省中华会馆的正副主席选举 15号星期一晚间8点就要开始投票了 而目前的最新选情如何 我马上电话连线给正在现场的 这东西新闻记者叶洪志 请他来说明 洪志请说 好 是的 谢谢周安主播 观众朋友现在是已经开始投完票 那么等一会就会开始要唱票阶段 为什么时间比过去晚了大概二十几分钟 最主要就是大家一直关心的 就是丙公堂的四张选票 到底是由旧金山总堂派下的四张算数 还是洛杉矶这边的才算数 那么基本上二十几分钟的内容 吵的都是这些 最后是由临时主席刘子正强调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吵这个 因为这一次是选举会 并不是所谓的到底讨论谁是谁非的 那么另外就是还有一位大佬黄世锋 他也特别出来听 那么他就是根据这个中华会馆过去 也就是四十几年来的传统 就是当有两边都不知道 谁对谁错的情况下 最好的方式就是搁置争议 用这样的方式 那么这个黄大佬提出来 基本上是六度获得所有理事的掌声 那么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基本上所有六十九票的选票 就有四张是作废 那再加上原本溯源堂会有两张票 因为他们缺席 所以这个也作废 那总共六十九票选票六张作废的话 也就是说 total是有六十三票 那么谁能够最先拿到三十二票 谁就可以当选 因此可以说待会唱票 大概是二十分钟内 就可以知道到底是哪一组当选 那么如果是原本竞选连任的 这个五上级跟方杰州 连任成功的话 那么就表示 其实所有理件事 对他们一年来的辛苦都是肯定的 那么依序有这样子一年的经验 接下来一年应该也可以顺利度过 那么如果是有马培到这边来当选的话 那么就表示 整个华府的中华会馆理事 还是希望能够在更多 顾所谓的人气面跟和谐面 为主这样一个态度来做事情 那么其实不管 最后不管是哪两方当选 最主要大家都是非常肯定 这些想公平 而且公正的君子之争 那么在整个投票过程当中 都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 因为中间还一度 大家是有说有笑的情况 所以并没有外传的所谓的 非常严肃对立的状况来发生 那么其实最后也就是 大家都希望选出来这一组人 不管是谁 也都可以用心的来服务侨民 主播谢谢 谢谢洪志向近的分析与观察